調查顯示 近四分之一的公司要求春季回辦公室 一項最新的調查指出 約有24%的公司將會要求僱員 在春季回到辦公室工作 比去年11月的調查高了6% 另外有11%預計將會在2022年的下季 秋季和冬季要求回到辦公室 而目前只有6%已經恢復在公司上班 這項調查由ABC電視台和顧問公司 Sakoya在3月初合作進行 459名受訪者大部分是加州高科技公司的主管 Sakoya的發言人表示 大部分受訪的公司都採用混合相班模式 員工每週兩天在辦公室 也都允許員工選擇回到公司或居家辦公 至於薪酬方面 有53%的受訪公司 允許員工搬到其他地方 並保持現有的工資 即使新居的生活成本更低 有22%的公司回覆 如果員工搬到勞動市場 薪酬較低的地方 就會調整工資 另外有21%表示未決定 大部分的受訪公司表明 會純粹佔進地恢復辦公室上班 不會立即要求所有員工完全回來 有超過一半的公司表示 已經有兩成的員工回到公司工作 天下維持記者 編輯報導 至少 至少 至少